OK 大家要晚安 今天通常一開始會有一位非常美麗大方的主持人Sophie 那現在我們在說有第一 我是客串主持人 所以第一場就看到我 那按照哲武的慣例 這個是一個就是哲武跟我們歐益智庫合法的一系列 對台灣現在目前重要的社會問題的一個 一系列的座談和演講 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林敏充 我們有一群朋友 其實一群朋友就是一兩個可能兩三個這個數字 然後長期希望透過對台灣比較重要大家關心的問題 能夠通過知識專業跟公共證的角度 簡單的講說說光愛台灣不見得是夠 你還要真的去做一些知識上的理解 然後在這個平台溝通 所以我們大概在可能大概半年前開始 我們大概有幾次有幾位 我們這輩子第一位的粉絲 說對於社會主經濟的部分 我們有大概整個對於整體的介紹 然後還有針對台灣的一些具體的一些場面 有些介紹 這前面有三場 那這一場背後的因緣是 我們知道前陣子三月的時候 一些有修法 你可以看到在媒體上有不同的說法 比如說增加彈性 從經濟的角度 生產的角度 另外一個部分是覺得這個東西 是傷害到這個保護權力非常大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是兩條歪線 現在不同的沒有在對話 直接在出現在台灣的整個公共媒體平台裡面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想 其實勞動權益不應該只是一個 個人勞工的一個權益的問題 它還包含整體 國家的經濟整個戰略 跟台灣的整個經濟結構的問題 那所以說 我們就嘗試幾個朋友 包括後面我們剛剛介紹的 家庭和總統 還有我們今天演的Speaker 我們就想是不是我們應該 從一個比較多角度的 一個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能夠希望在台灣能夠找到一個 比較共同的方向跟共識 那這個是背後的一個起因 那需要達到這樣子 你就必須要有比較多的不同的知識背景 不知識是單純從勞動 或從法律或從社會或從經濟單一的 而且必須形成一個比較對話 是大家不同的對話 從這個過程當中去理解 不同的觀點 然後你這個共識相當大法 一定進步的形成 或者是這個大方向 所以這個是這一系列的 我們針對勞動權益 或者是創新經濟的連結 這個部分的一個背景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走出勞動說明 這個是非常熱人的一個感覺 剛剛其實有一位 朋友已經說出來 他是希望來這邊 聽了以後 我們走出他每天不想上班 然後動思路 這邊大概有一半以上 可能早上起來 我竟然都想去上班 如果你上班的工作內容 沒有辦法帶給你一定程度的成就感 那所以他的副標 也是精進轉型的 新的一個想像 那我們的第一場 是邀請就是林建宏 文化大學 勞動關係學系 他是勞企法事實上長期的專家 他是很重要的 可以講說政府的諮詢的專家 但是當一個政府亂到很多諮詢專家的話 都沒有辦法聽的時候 這時候其實是公民的力量都非常重要 如果去support這樣的一個姿勢 所以我們請他來做 然後第二位其實起爭 其實很多人說可能是 其實是針對他 不是針對我 他是我們那個長期研究 台灣整個比較總體經濟 跟創新經濟的一個學者 他是文化大學的經濟學系的博士 所以我就不答應大家時間 我們先把麥克風交給箭頭 大概有40分鐘 然後每個人有40分鐘的時間 但是 箭頭 對 現在是行 或者請站現在 然後我們希望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Q&A 可以做一些討論 從不同的關係 好我就把時間交給你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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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幾年其實跟比中 我們對於北歐的那個社會聯準經濟 產業跟創新有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 研究結果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關鍵在於什麼 在於對人的態度 所以為什麼我作為一個經濟轉型的一個學者 會跟勞動議題 今天扯上風 是發現說 其實你整個國家要談經濟轉型 大家都知道說 台灣現在的經濟體制 是一個相對怎麼樣 血汗過勞 低薪的一個狀態 所以 這幾年 政府一直在推說 什麼 我們必須轉型 我們必須邁向什麼 創新驅動 這個已經講到說 甚至有朋友覺得說 創新已經變成一個章字 因為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所以重點是 怎麼回到人的身上 比如說我們團隊有一個單案 他來台灣做了兩三年 他對台灣一個很強烈的印象 跟我們分享 他說什麼 他覺得台灣設備 就硬體設備 非常的吸引現代 可是人的觀念卻怎麼樣 非常的好見 這就是我們的現況 所以在這樣一個結構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比如說我官出的經濟轉型 可以成功 其實關鍵還是必須回到人身上的思考 所以為什麼我做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學者 今天會來談這個勞工議題 那這個題目 我首先要感謝那個哲武的Sophie 她是哲武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者 其實一開始我給她的題目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給她說 台灣經濟轉型需要什麼樣的勞動政策 我這個球丟給她 馬上被她捕 主要說 欸這個沒有人會有興趣 就說 然後那一天是禮拜天 她剛好也必須加班 我先跟她溝通一下 我想講這個題目的一些想法 她說 她今天剛好是在一個被迫要去過勞加班的狀況之下 所以她想要好好的感受那一天 然後到了工作結束之後的時候 她給我這個題目 我覺得她真的非常勇敢 就是走出勞動書裡 那談這個題目 我會一直聯想到這個東西 就是2012年我都要 管忠銘這句話 管忠銘是誰 現在台大被林審的校長等了一候選人 對 在2012年她擔任了政府的政務委員的時候 她出來跟國民黨的黨團開記者會 那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就是應該是基本公司審議委員會 他們通過一個說 建議基本薪資要漲 多少好像150幾塊 一個月 月薪漲150幾塊 相當於等於說 一天是一顆古蛋的一個價錢 結果 管忠銘出來說 如果最低薪資要漲 一顆古蛋的價錢的話 可能喔 會給一顆米 一顆米的原油 她說的這樣的話 這一則新聞特別找 ET Today 就是比較 這個 沒有 如果色彩比較偏 那方面 她說對外界批評政院決策 才很靠了 葵周明 對 那個反而說什麼 政府 絕非只在放大資本 而是在幫助中小企業的生存 你看 跟現在 與利益修修法的一些說詞 是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 都是為了幫助中小企業的生存 所以不能漲 漲基本工資 一天 那個一個月 150幾塊 都不能漲 這不是一顆米蛋的問題 可是漲了之後 會比一粒米都沒下跌 各位 那時候的 基本金資是多少 一萬八千多吧 那現在已經漲到超過兩萬塊 兩萬二了 所以 到底 那個 有一粒米都沒下跌 這樣的情境出現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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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聞又說 有人質疑說 政府可以在去年 2011年幫軍工工資的加息 可是 基本資資要漲150幾塊 可以 那為什麼 他們就說 因為政府不能干涉 勞動市場的價格 如果每年都會調漲的話 產業無法精準 掌握成本 這是 郭忠銘是誰 他一個身份是 台灣中研院經濟學的越細 這是我們經濟學者 那 理由就是說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我發現說 聯合國出了一段報告 這個報告的內容 這是當時 我寫這個 一個新聞週刊的一個 專欄的一個標題 剛好聯合國的報告寫說怎樣 他認為 他們這一群經濟學家 聯合國之一 調漲新資 是經濟恢復成長的關鍵 怎麼論點跟我們那個 中研院經濟學者的觀點不懂嗎 他們提出四大理論 第一個就是跟管中理管院士 講的說 如果每年調漲新資 製造業無法去掌控成本 剛好相反 他們說什麼 你如果每一年都會調漲新資 而且是預期 比如說我固定每一年 排涨多少 3%多少 其實會怎樣 基於預期的心理 是有助於怎樣 帶動景氣成長的 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的簡單 然後第一個理由是什麼 社會團結有助於經濟成長 因為公共的分配部均 會帶來社會的不安 等等 就是增加交易的 自然的成本 所以會進入理想的經濟業 所以其實不是喔 你調漲新資 縮小那個階級差異 其實是有助於經濟成長 第三個理由是什麼 是民主政治的特色 如果說 因為總有經濟學家 一直說怎樣 不要去干預市場機制 那意思是說 稅收 稅付 越低越好 那如果是真的 照他們說的話 說 從分配的政策 會扭去市場機制 可是因為有民主政治的 這個機制存在 所以當你整個社會的 所能分配越加不均的時候 到最後多數的選民 會選擇怎樣 比較激烈 從分配的手段的 一個準證 所以其實 最後還是怎樣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 最差的情況出現 其實呢 還是一開始 就讓利潤在公司 跟資本之間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分配 那第四個理由就是怎樣 這個跟今天我們講的 創新轉型是有關係的 這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受教育 接受教育是有機會成本 什麼叫機會成本 就是說 你即使是你們 不用學費 不用找學費 你這個時間 去上學的時間 你沒有辦法去賺錢 工作嘛 那這個就是機會成本 那所以當社會階層法 很嚴重的時候 就有一大群的措施者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教育 那相對的 這整個國家社會 他的人才不 就會受到傷害 特別對台灣這種人口數 相對比說我們主要的 青森國家像中華 相對我們人口數比較少 其實每一個人相對就是怎樣 最佳的重要 因為我們人才過了破的條件 而且另一個 另一方面是怎樣 有些人他偏好風險低的 努力性投資 比如說過去十年來 為什麼台灣房地產價格 不斷的飆漲 因為他風險低 只有成本少 所以這變成台灣 比如說很多的財產 他們偏好用這個 投資到這個房地產 而不是比較高風險的研發支出 所以這個問題是 這樣一個 投資的一個模式 其實是鼓勵整個社會的什麼 創新活動的產生 所以基於這四大理由 聯合國的經濟學者認為說 其實跟我們管院士提出來的那個 說調漲薪資會傷害經濟成長 是反過來的 那為什麼經濟學者 對勞動議題的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除了意識形態 跟所謂正知識跟假知識的差別之外 一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實際的 就是政治力跟利益潛能的對象 比如說管中民現在要當選那個 台大校長的一個爭議是什麼 爭議之一就是 他沒有揭露他擔任某一個 大公司的什麼 獨立董事 對不對 研心多少 各位知道嗎 一千萬 他沒有去揭露這樣的訊息 所以這就是他 政治力跟結合的對象 所以他們對勞動議題的看法 為什麼是那個樣子 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 那我們只看待最近 這個一粒一修修法的一個爭議 其實他代表了 蔡政府 勞動政策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 就是從我剛剛那個 正視力跟利益潛能的轉變 修法之前 我是說修法前是賴清的院長這個宣法 在這個修法之前 蔡總統會的對象 縮短公司的選舉支票 這個選舉支票為什麼這樣開 因為他當時要怎樣 勞動階層的選票 然後當時宣稱的整個 新政府的經濟政策的政策是什麼 創新就業跟分配 我會待會兒講到 為什麼其實 縮短公司或者是淘汰薪資 是有利於這些 這個經濟政策 那 ok 等到賴清等單位院長的時候 他把很多 勞工團體他需要的一個 一個縮短公司或加薪 或是增加人力的派遣 他都怎麼說 他們認為說 這些勞工應該要怎樣 受向來 把它當作是什麼 做工本 所以有工人院長之稱 那 後來沒多久 行政院 顏幕遥剛寫了一篇文章 其實很清楚的在訴說 為什麼利利益修有這樣的一個轉折 是為了 什麼 回饋民進黨的什麼 長期藝人的金主 中小企業主 那一篇文章是這樣寫 說到節目對象是誰很清楚 是金主 是錢人 所以 我們回顧來說 公使保護 其實前不久 佳和 我們勞動馬專家 佳和教授 他有特別就公使保護的議題 在哲武這個場合講得多了 希望大家其實回去可以調這個資料來看 他講得這樣好 可是 這個工時保護跟薪資調查 他有沒有什麼 他除了勞動權益的保護之外 他有沒有經濟轉型的利益 有沒有 沒有 其實會有 比如說 當一利益修 推出來的時候 很多的一個感嘆的聲音 是在於說 比如說 就過僱主的角度 他說 排班困難 因為縮短的一個可以工作的時間 所以造成排班困難 可是排班困難之後 有沒有一個可預期的經濟效果 可能會有啊 比如說 排班困難就 因為人手不足啊 那人手不足要怎麼解決 當然就徵併人手 對不對 徵併人手你就會創造就業啊 這是民進黨政府 他剛上台宣稱 要創造人員的經濟效果 是啊 他可以創造就業 然後 他會造成什麼樣 活動市場的緊縮 緊縮之後怎麼樣 市場的價格的精緻就出來啊 你就必須付更高的價錢 才能夠害得到你要的人 所以是為代工薪資上漲 理論上其實縮減工時 其實應該要去期待 這樣一個經濟效果出來 可是我們在那個整個政府的路數當中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路數 沒有 那更何況他會有一定的社會效果 社會效果是什麼 就每一個被迫你的休息時間 要比較長一點 那會怎麼樣 你有更好的家庭跟工作的生活的平衡 你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參與什麼 公民活動 或是發展自己的興趣 這個社會效果其實是非常龐大 因為相對的 它也會產生因應的什麼 經濟效果出來 事實上會有 比如說 休閒服務業的需求會增加 那 那另一個反彈的聲音是說 那時候一個說法是 勞工也說 這個一粒一秋造成他們想要加班 都不能加班 想要多賺錢都不能多賺錢 反彈到他們賺錢的自由 那事實上你想這個成立嗎 因為他們要的是什麼 是工時延長嗎 還是怎樣 其實要的是薪水增加 這個邏輯關係很清楚 所以你要去透過什麼樣的手段 你是要透過加班還是調心 如果你是受負責的話 你屠負哪一個 當然是調心 怎麼會有取得要延長加班的時間 不可能 所以一點都不合理 所以重點在於說 這樣一個政府的 對於勞動體制的一個想法跟態度 去維持這個低薪跟長工時的 這樣一個勞動條件 跟我們整個經濟體系 所需要的一個轉型創新 需要的條件有沒有衝突 我覺得今天要思考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那我們所謂的長工時 跟血汗過勞的情形 到底有何嚴重 你這個必須看 放在怎樣 我們全世界的一個 脈絡下的理解 那這個縱軸是 實際工時 台灣在2015年是 2100多個小時 一年 然後呢 我們所得是在 22000塊米左右 然後多數的 所謂OECD國家 都是在哪裡 你會看到他們都是一個 相對短工時跟 所得 高回的狀況之下 那你說什麼叫做發展的 方向跟目標 當然是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縮短工時跟怎樣 創造經濟普及 而且我們這個差距是非常大 OECD國家平均 年工時是 1700分46個小時 結果台灣是多少 2100多個小時 你把它一加一減 然後除以 比如說每天工時 18小時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 一年工作時間比人家多出 起碼多 兩三個月 一兩個月 這是那樣長的 一個工時狀況 那重點在於說 我們每工時的一個產出 其實是非常低的 比如說只有10年7萬美金 好像多數這些國家 都是台灣的 2月3月到4月之多 那這樣一個每工時產出 價值很低的情況之下 你再去延長每工時 再去延長工時這個變數 其實你對於 增加整體的經濟福祉會 有效嗎 坦白講一定無效 一定無效 所以回到說 到底轉型創新的一個 需求的條件是什麼 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把經濟發展 分成三個階段 我們要數驅動 投資驅動 跟創新驅動 台灣是處在 投資驅動的狀態當中 就是我們在國際當中是中水 那這個投資驅動的 一個經濟體系的 一個特徵 特徵是什麼 它是受害於外國 投資跟外交策略 外國投資協助 這個國家 撥過資金圈圓 跟技術平均 那外交策略 就是移工立體的出口市場 那這時候的經濟體系的競爭力 是來自於廠商生產 比較準確的效果 所以這個投資驅動狀態 有了 就叫做 效率驅動 就叫效率驅動 那技術來源是依賴進口跟國防 生產內容是先進可家所設定 然後請下去 一直要進去 那政府治理只局限在維持總體經濟 也沒有辦法發揮更大的功能 那請問這個 是不是符合台灣的現狀 是 台灣幾十年來就處在這個 這個行徑之下 最近那個中文 中文委員他們出了一本書 就來未進的起資 其實基本上也是在解釋 為什麼卡在這裡卡在這裡 我為什麼這個政府 喊說要轉型創新 喊了二三十年 其實一點效果也沒有 那我們想要進入這個創新驅動 它需要什麼 它是什麼特徵 當然是高所得 這是大家都要的 可是它為了要高所得 它必須創造出足夠的什麼 自主創新 我非常喜歡這個年尾 就是荒謬年尾水 從你自家土壤上 長出來的創新 不是現在很多的廠商講的 台灣的創新 都是在怎樣 都是投資在資本設備上面 然後買回來之後改一改 說我們的那個增長效率第一 那很創新 不是那很創新 不是自成創新 然後 這時候有一些關鍵因素 比如說公共治理的品質 我們對研發的一個能量 還有廠商多餘的基金車位 就是不是只有Costar 水平化的組織結構 這個很少人 其實有深刻的品味 美歐為什麼特別的成功 就是在於他們的組織結構 不管是社會還是什麼 事業內部 它特別的水平 所以這導致台灣的GDP 對於受戶者來說 非常的鼓勵 比如說幾年前 這個是台市政府的一個研究專頁 做出來的一個報告 他發現說 這個勞動佔報酬 就是GDP 你可以比想成說 這個國家社會 創造出來 共同創造出來的 一塊經濟大品 那這個經濟大品 怎麼會跟 OECD國家 在1990年到2009年 這20年的一個勞動佔的變化 是從66.1%減少到61.7% 減少了4.4% 在25% 那台灣呢 我們減少了人家的GDP 那這個對薪資有多大的衝擊 這是我自己 自己算 對不起 統計在要當中 你發現說 若從這個薪資占比在92年是最高的 占GDP的51% 到2015年降了44.44% 消失了7% 如果用2015年GDP的規模 近來地址 將近17兆的計算得到 約到1.2兆是從受僱者的收入 勞工的收入變成怎樣 業主跟股東的利益 如果分配給勞工 以台灣目前就業者規模 1120萬的規模來算 平均每一個月薪可以多出多少 9千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 特別對於那些低薪儲的收入 所以這個是去年 蘋果日報的一個 做出來的一個表 就是把台灣的這個怎樣 薪資的平均數跟 增位數在過去8年的趨勢列出來 目前是2016年是怎樣 平均薪資是48,790塊 然後增位數薪資是 4萬612塊 增位數薪資代表的意思是說 假如把薪資的一個差距 從0到100的話 那第50個就是增位數 那通常我們國際上怎麼去計算最低工資 其實是以中衛數薪資作為一個基準 多少 3分之2 也作為一個基準 所以你用這個做基準的話 台灣的最低薪資就是基本薪資 應該是多少 大概2萬7組 那我們要問為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VCD國家的勞動佔比還有佔多少 其實它衰退了在過去20年 還有佔61.7% 台灣實際上只剩下多少 44% 為什麼我們更加差那麼多 有一些理由 比如說資本出走 因為台灣 資本出走到中國其實是比世界其他國家來的更激烈 可是另外一個內部的理由是什麼 受戶者內部的組織不足 你相對的怎樣 你說這個簡單就用工會 工會參與人才要工會的這個展開 你相對就會影響到什麼 你的政治影響力 對不對 所以當他要你的選票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那個 我要縮減開出這樣的機票 可是他完全執政的時候 他有其他不同的忽略 可是這時候受戶者 沒有什麼武器 可以去對抗 這樣一個政策上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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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說就是 開通的支票 你怎麼去對付這樣一個 一個政治的一個騙群 你沒有能力啊 因為怎樣 你政治力不夠 另外一個是 技術掌握不在生物整體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一方面是惡性的結果 像 上次我在整個舞台之後 我們在一個聚會當中 跟一個 我貿易商討論 他會說 討論大於利益修這個議題的時候 他說 他想給他的勞工加薪 可是他加不下去 因為他發現說 很多的好的創意 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啊 你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 這個就是技術掌握不在受戶者 或者是受戶者 他沒有擁有足夠的一個 一個 所謂創新創意的一個動力的行為 其實歐盟對於這些 這些 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管理 做了非常多有趣的研究 他們研究會發現說 如果當員工覺得自己 被老闆苛刻了 這時候他會怎麼樣 他私底下會有動作 他一定會要怎麼樣 尻尾 這就變成一個 副相的循環關係 對不對 這就是人性嘛 坦白講 這是人性嘛 所以 勞動疏理 我們慢慢進入今天的主題 勞動疏理 在台灣其實是特別嚴重的 比如說2014年 一向跨國人力資源調查結果 然後發現說 台灣有高達 就將近一半的受訪者 認為自己是處在 低效能跟沮喪的狀態之下 那 各位可能會覺得 這很普遍啊 我周遭認識的幾乎所有人 都是這樣 是不是 可是這個狀態 這個數量 其實是遠高於全球平均 全球平均是24% 那你想從經濟體的一個效能來說的話 當你有大概一半的員工 或是你是企業 從企業的角度 你有一半的員工是處在 低效沮喪的狀態的時候 你想你這個企業或經濟體 會非常蓬勃的創力 也創新能力 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這樣這個 這個就是回到人的角度 回到人的角度 今天台灣的很多的 比如說創新科技 包括產業政策 比如說要有效的話 其實應該回到人的 這個最微觀 可是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基礎 而思考 那這些人 處於低效沮喪 可是同時 移植意願不高 就典型的所謂奇遺藻碼 這樣的情況 顯示多數人對現有工作 不滿意的 這隱憾呢 我們勞動市場的工作內容 跟指示情況 可以選擇的可能不多 第二個是怎樣 你缺乏妥善的職能 進職再教育的一個基礎 所以讓轉換跑道 或換工作的跑道 高勞到怎樣 個人沒辦法去負荷 所以就陷入 處在一個勞動疏離的狀態當中 那為什麼今天 在這邊要帶到說 經濟轉型跟創新科技政策 跟進步價值的關係 這個 比如說科技部 現在在做一個 跨領域整合型 研究計畫的一個項目 它的開頭是說 建立社會需求 核心的技術創新能力 科技產業創新技術 跟社會經濟的概念 那這個計畫的 趙直遠就剛剛主持人的訓 各位待會兒 對這個有多興趣的話 可以訓練一下 那這裡頭一個很重要的想法是什麼 全世界的一個科技 科技政策 其實有一些 Paradise shift 普段的一個轉 從二次大陣之後 典型一開始而已 這個就是 軍事任務 你想他們給的那些 NASA 這些計畫 然後轉向什麼 逐漸轉向 上用民用的一個科技 逐漸轉向 詳調所謂 不同研究網絡之間的關係 叫創新系統 到最近一個是什麼 這個新的任務 好像是什麼 就是什麼 社會問題驅動的科技研發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特別重要 什麼叫做社會問題驅動 什麼叫社會問題驅動 比如說 戶族的問題 跟我作為受戶者的問題 會一樣嗎 當不一樣的時候 發生衝突的時候 誰來處理 其實 其實 是有一個進步價值 作為一個標準 那這個進步價值 其實 我跟你說 比如說剛才有很多的 研究產業的創新發生說 進步價值 具有一個非常阻擋性的一個力量 那我在看這個東西 有一個就經濟學者的角度 這個社會夥伴其實對建能 或是社會學者來說 非常的熟悉 可是對我 就一個經濟學者 我在看歐洲的報告 我曾看到社會問題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我後來理解它是在講什麼 勞資雙方 為什麼勞資雙方 為什麼勞資雙方 這個在台灣 你認為是對立的概念 在歐洲認為是社會有關的關係 首先 他們是把市場置於社會的下 今天台灣一切都是拼經濟 所以為了經濟 什麼其他所有一切都會失聲 在歐洲它是反過來 所以有所謂 德國在二戰之後的社會市場經濟 這樣的概念 市場經濟必須放在社會底下 或是所謂社會民主經濟 德歐的這個觀念不是如此 那夥伴 你講到夥伴會是什麼 他一定是平等的 他一定是共生的 他一定是互惠的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幾年前 一個法國經濟學者在美國 他發表一本書叫《21世紀之本》 然後引起全球經濟學界的關注 他有趣 我看這本書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在這裡 他在講 他在美國所感受到的 經濟學者的地位位置 跟在法國有很大的差異 他覺得在法國 經濟學者是很low的 是比哲學家 比社會學家 他都來個low的一個知識的位置當中 可是在美國經濟學者是不大 台灣也反映這個知識位階的關係 這很有意思 他覺得非常不適應 他覺得把經濟放在政治跟社會之上 是一個非常受益的作法 所以回到說 經濟轉型的勞動性想像應該是什麼 就是 我們如果要借進世界各國的體制 大概只有 潘心安全可以去借進 特別是單賣 他是最進步的勞動體制 那這個勞動體制跟他的行程 一直被這幾年形成 國際知識界一個很熱門的題目 是拿來跟德國比 因為德國本來是 在這個所謂資本主義類型學 來因模式 對抗天冷模式這樣的模式當中 德國的模式是一個規念 是一個典範 可是這 在全球二當中 德國的一個發展 特別在勞動市場上面 非常不容易 因為他產生了很大的一個什麼 過世族群 所以開始就有人在比較 在西歐 在西歐 就發現說不能 在這個資本主義類型學當中 不能把 你說北歐 歸類在 德國跟歐陸的這個系統當中 他必須獨立出來 所以在這個 資本主義類型學的研究當中 就發現 把北歐 這個社會民主獨立出來 變成三個系統之間的一個比較 這個是 最新的知識界的一個發展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西歐戰鬥缺工廠 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 是想說 1950到1960年 就是在70年代 使用危機 跟同志杖 那個發生之前 這20年當中 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那在這個黃金時代 就對於這個歐洲國家 這個西歐 其實是資本主義證明 就普遍產生一個缺工廠 缺工 那個勞力不足的一個狀態 那這時候德國跟比如說丹麥 他們就做了不同的一個選擇 德國倆賴大量的什麼 外企勞工 這跟台灣很像 倆賴大量譬如說 特別是普遍企 然後丹麥是鼓勵怎麼樣 大量的一個婦女 離開家庭到職場去工作 去補充勞動力 職場勞動力也不足 所以形成兩個不同的路徑 那這個選擇在當時 50年代 60年代 就影響到後來 這兩個體制不同 完全不同路線的一方子 那以丹麥來說 他在這個缺工廠當中 他大量鼓勵 婦女進入職場 他刺激了家庭支持的公共化體系 擴張 比如說原本這些婦女在家庭 要負擔照顧小孩子 育嬰的工作 人女職業照顧 結果他出去職場之後 這些工作使用處 就要了很多 公共化的一個服務來支持 所以 可是另一方面 這些進入職場的女性 她們通常進入服務業 包括這個公共服務體系 這個部分的工作 她們大量的 同樣的去加入工會 所以使得 幾十年後 今天丹麥的工會的一個結構 其實是女性多於男性 而且這個 以服務業為主的工會力量 其實大過什麼 製造力 那相對的德國就不一樣 德國就是 他的核心 他的利益核心就是 製造業 比如說我們熟悉的 雙P的汽車 那丹麥其實在 20世紀初期 那工業化時候 他在比如說 職業訓練體系當中 是非常接近德國 他跟德國走的是一樣的學術師 以工廠為基礎的學術師 所以在高中就分流 普通高中分流的技職學校 可是後來在這個缺工潮當中 不只單賣鼓勵大量的部門去注意 同時也從工廠部門吸引了很多 勞動力進來工業部門 可是發現說 他們只能進入比較低階的這些工作 那可是這些相對技術門檻比較高的工作 就被行會等等之類的所把持 他們進不去 所以他必須去照顧這一群 比較低階弱勢的這些受僱者 所以他把原本是工廠為主的學術 打開來 他讓在學校裡變成一個系統 你接受這個學校的訓練 他同樣也可以是怎樣 拿到相同的一個職業的證照 我覺得他就比較不太快 那這個在60年代70年代這個選擇 其實也一樣影響到今天 其實十年後的今天 他們會發現說 丹麥在整個成人的所謂 因為這把這個職業訓練體制 分成一個是新鮮人 比如說你是技職學校畢業 然後被吸納到這種工廠內部 工作這些東西 跟你是成年人的一個職業訓練體制 因為你成年之後 你可能面臨更多的轉換行道的一個現實 那德國這個體制的缺陷在於說 你如果進入技職體系 可是你相對沒有被工廠所接納 被一些大公司所接納的時候 你就會淪落到怎樣 較差的勞動市場 然後這一塊的勞動市場 它相對是保護不足的 所以它變成在今天的德國的整個 勞動市場它形成一個雙元化的發展 包括周遭的資源性的服務業 其實相對都是保護不足的 而且是低性的 可是丹曼相對的 它選擇這個路徑 它比較開放 它讓每一個人有更多的彈性 它在巴黎年代後來的自由化感 它強化了這個成人的職業訓練體系 它拆解了很多的原本的這個 沒有辦法像德國這種很rigid的一個體制 所以它打造了一個全世界 這個可能是最普及式的成人職 職業訓練體系 強調這裡頭 通過這個職業訓練體制 去達到每一個工作者 受僱者 它可以不斷的處在湯匙的人 你就不斷的學習 為什麼這個不斷學習那麼重要 因為後來證明在全球化當中 一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是知識的容易過失 所以你受僱者 你不斷的去 有那個機制讓你不斷的去生跳去進修 其實變得非常的重要 變得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要做到這件 Constant Learning這件事情 你必須有一個很成熟的 很細膩的體制在那邊支持你 比如說包括有什麼 在職業訓練 每一個受僱者 他每一年有兩週的一個時間 是你有比如說85%的薪水 去自由的選擇 你覺得你應該要去上升一課 那你要想這個體系必須有很多的課 讓我真的去修 我可以真的去學到 而且我受到國家的支持 我這個正段期間公司是容許 而且我可以領到相對還不錯的薪水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很好的體制去支持 Constant Learning這件事情 不然就是怎樣 不需要 比如講不講 那他這個普及到什麼程度 這個都有數據來說 而且它的是什麼 其實就這個領域研究者 最care其實是最低族群 對於這個持續體系的利用 因為他們是最需要這個體系 如果這個族群 他沒有去利用這個體系 這個體系基本上是失敗的 那這個族群 他們的使用率 每一年還可以達到23.4 你說23.4沒有很高 你相對於歐盟的水準才3.8 你就知道說 這個體系對於丹麥的勞動力的 一個伸展力來說 他們的知識的技能 的不斷技技能 所以也不明重要 所以這個才是所謂的彈性安全 他把資源 比如說從過去都是一個消極性的事務 事業警部 他轉為一個積極性的職業訓練機制 國家灌了很多錢 到這個職業訓練體系當中 那工會運動的方向也是 他就轉向非新資議題 因為這時候工會的多數成員 是白領上班族 而且特別是女士 所以很多的疫情變成說 爭論的焦點 在於什麼 比如說懷孕假 孕假 親殖假 這些東西 你想 那這個東西跟今天台灣在 音音少子化的需求 是不是有氣 這個是我們來思考 風險社會化 為什麼他們依舊維持一個高度社會團結 什麼叫社會團結 其實這聽起來很空泛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階級之間的那個差距是相對小的 什麼叫階級 重要的化分階級的是什麼 就是所得嘛 就是階級 所以他們所得 那個 那個 之間的gap 是相對小的 那相對小 表示說 最弱勢的這一群 他其實就得到突破的支撐 而且他是相對可以 對這個經濟體制 是可以 有什麼樣的 是有生產力的 所以 講快一點就是說 這個彈性不是只有部主的彈性 他也為個人受護者增加了工作 跟辦公那個 轉換職場的一個彈性 那國家個人主力 他就變成 為什麼 國家個人主力其實是社會 社會福利國家一個特徵 就是把 其實這個就跟 為什麼 你就要新自由保險主力的一個體制 你大的差別是新自由保險 就變成 你家庭的核心 所以你家庭的出生背景 其實很大部分 決定你往後的優勢 然後 可是 社會福利國家就是 把這個資源 從家庭抽出來 一個 做一個相對比較平均的 讓每一個人這個 立足可以相對平等 所以講到最近 然後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社會民主 是什麼 因為社會民主這個概念 在台灣是這樣的東西 雖然一般會講 他們核心價值 是有平等環境 我覺得說 可以用更具體 比如說 生命共同體 比如說 它很具體就是 致力在 孝楚階級之間的起立 所以我講到 福利國家的一個 主要意義是 不在於 負責福利的增長 那台灣很多人 觀念都是 包括基權者 都說 那個國家要 富有到一定程度 才能去做 社會福利 真錯誤的觀念 它其實只是在於什麼 社會觀點的突破 就是公民透過國家 共同保障 提出許多的社會需求 比如說我們建管 這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它就是一個相對 比較好的社會福利體質 它根據平等原則 開放的能力 所以相對於 就是我剛剛講的 研究資本主義 又發現說 你必須把北歐獨立出來的引擎 那北歐的這個 就是叫做平等式的原則 它有一些特徵 比如說 它透過彈性安全 來持續 去保有經濟的競爭力 跟高度的平等 那這個在全球化剛開始 特別是90年代的時候 很多的有識之士 都對北歐社會移存體質 感到憂心存存 因為道理很簡單 如果當資本可以自由的流動的時候 當人才的一個流動 也相對自由的時候 誰願意 在北歐去講那麼高的說明 這個是當時他們很大的一個憂慮 結果二三十年的時間過了 發現說 北歐模式是全球化的時代的大人家 他就是靠什麼創新 那創新的一個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整個勞動力的一個 不斷的學習力 就我剛剛講的 他們打造那個 彈性安全 跟成熟的人類 以及性質的成能 職訊體系的關係 所以經濟學員在幾年前 就發表一份特刊 叫做日北方的光明 以經濟自由度來說 其實北歐國家跟英美國家 都已經差不多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 一般任務社會福利國家一定是怎樣 會有很多的債務 國家的財政預算會很多的赤字 後來發現 奇怪 以政府赤字來說的話 北歐國家你看 芬蘭、挪威、丹麥、瑞典 沒有一個例外 都是遠地與美國跟歐盟其他國家 那財政是相對健全 而且它的一個平均指數 依舊是維持最低額的水準 也就是社會上的平均 那你會發現說 就工作形態來說 我們講 經濟轉型到底要轉到什麼樣子 其實經濟轉型就是 我們要很多的自主學習型的工作 這個是 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其實是很高的 你必須不斷的去按照你的知識 可是相對 你在你的工作當中 也可以獲得最大的什麼 自主性 乃至所謂自我認同 所以就簡單來說 你會發現 北歐國家這一類工作類型也是最低的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去看一個什麼 這樣一個自主學習型的工作 內部 企業內部的學習機會平不平均嗎 如果這個不平均其實都講一講 它相對的 在企業內部就是基層員工 跟高級的經理們 得到受訓的資源跟機會的比例 其實它相對是最低均 配合整體 整個國家的一個所得分配 它相對於全世界最低均 這個怎麼樣 我們說它有個內在的一個關係在 就是關於人 平等這件事情 以及你怎麼去落實 而且在你的市場經濟底下 你可以如果同時去維持它的競爭力 這個就是人家勝出的關鍵 所以我很怕來到結論的地方 就是我們還是要回到 思考勞動議題 還是要回到利益跟政治結論這個角度 我覺得公運其實可以考慮 其實今天台灣的一個整個就業市場 其實有一群專業管理跟都市管理 跟支持性的服務業 我不是用支持性服務業 其實一般都講到什麼 就是低均 一般是說低均服務業 我是不願用低均這兩個字 就是支持性 你其實沒有它 你是不行的 最簡單來說 比如說幫忙收入聖遺 你覺得它很低均嗎 你沒有它 你會上去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叫支持性服務業 你應該去考慮到這一塊的 在法國上面的一個變態跟群情 所以它應該是我們去吸引跟結論的配向 然後非心之人議題路線 其實可以結合什麼 你只要知道若是家庭跟群恩洛杉 這些台灣更為是很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應該往這方面去思考 其實這個比較容易得到社會公司 然後另一個是強化衝生跟承能機制教育 十八萬機制戰縮 戰縮進修的這個制度 我們有很大的 比如說就位安定制金 兩百多億進修 而這兩百多億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用在促進修的這些事情上面 我覺得這個康斯呢 你這個暫時這個職訊體現 其實是指導到兩個人證實 最後一個就是支持兩大黨以外 其實除了不要搞經過這樣子 準備起來 喝微笑是覺得 這個你個人的話其實不是 這個是西方學術研究的解釋 他們認為其實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人力資源形成的模式 其實跟政治經濟體制 其實是看不在一起 其實看不在一起 所以發現說 英美這個新自由的模式 他其實是中間圈的 林整群啊 他全群制度 林整群啊 關注中間 所以他會關注中間跟中上階者的群 那對這個選民來說呢 大學高教體系才是投資的重心 所以在這個體系當中 他們對公立小學跟幼稚園教育是投資不足 這邊其實有從很多回來的朋友 大家知道說 你去念私立的幼稚園的學費有得過 是不是 那誰可以支持自己的小孩去念私立的幼稚園 一定是有錢的 很簡單 這個就是階層 階層 那在歐陸基督教民主模式當中呢 製造業高階技術功能 他得到最多的資源 那資質性的服務業做工作指導 什麼都可以支持 所以很多利益叫PCC 那最後一個就是社會民主模式 他的特徵就是中間偏蠢的政治人員 他會偏重投入在拖育、學錢、中小學教育 他會關注職場弱勢跟戶屬性 他會關注職場弱勢跟戶屬性 所以他們會形成不同的原理資源的形式 那我為什麼覺得社會民主模式 對台灣是最重要 就回到我講那個關於人的觀念 其實講那麼多重點就在說 社會民主的一個 這個社會民主的一個精神 就在合作跟團結合作 可是人怎麼去學會合作這件事情 學會彼此尊重 學會平等的觀念 這件事必須在趁人小的時候 就必須養成這些觀念跟習慣 你知道長大之後 其實就很難去打破一些 既有的認知跟行為的原因 所以我們應該去贊成這個 把資源 教育資源 投入在托育跟學前 跟中小學教育 這個政治經濟體系 好 我們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第二位獎者 這樣我們比較多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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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今天在這也挺高興 剛剛聽到那個起衝 他講到彈膝安全 因為這個也是我研究 彈膝安全也是我研究主題之一 那我只是 就趁那個情報還沒出來我就講 就了解從最早提出彈膝安全這樣的政策路線是回來 1997年 那後來丹麥 所以世界上最早有彈性安全法的國家就回來 再來就是丹麥 那這兩個國家影響下 還有整個歐盟他們的討論 2002年開始 歐盟的就業政策當理就已經把彈性安全列入當理裡面了 代表歐盟的國家他們在那個兩千年前之後 彈性安全他們的勞動方面的政策路線 但是各國的那個本國的那個政策 彈性安全要怎麼做各國做法不同 那那個基本的那個政策方向是彈性安全 那彈性安全就是說要尋求兩者的平衡 那我今天因為我那個主持人你說他先前跟我說要一力一修的反省思考 那我今天就快點來報告 因為時間關於我快點來報告 我的標題就是說 韓系安全的公司平衡難題 那對勞基法一力一修修法寫思啊 拜託想要 這個要怎樣 好 謝謝 那麼我引這個David Harvey 這個是美國應該他是國際知名的一個思想家 他說 資本家往往自力提高工作強度伸展力 自力延長勞工的工作時間 那相對勞工自力於 這少量減少工作時間降低工作強度 這個代表這是工時還有讓他 Havi也講工資 這個都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工跟資本家之間 普遍性的核心矛盾 這個是很難解的 那問題是再怎麼難解也是要尋求一個制度的安排 讓雙方可以暫時的接受調和 那麼我剛剛講的台系安全其實就是歐盟他們經過長期的討論思辨之後 尋求的一個勞資之間雙方暫時可以妥協共識的一個方針 大概是這樣 那麼我們來看 所以從台系安全的角度來看 一力一修的修法 在我來看他最核心的矛盾就是 台灣現在面臨 過去兩年來面臨 彈性保護跟產業彈性需求之間的平衡難題 這個平衡難題其實是一個歷史造成的結果 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幾十年下來造成的結果 只是在過去兩年一起爆發出來 那麼在這個平衡難題一方面 產業的彈性生產需求方面 因為台灣的經濟體制就是出口導向的代工的製造業 加內需導向的勞力以及服務業 那這兩個共同特徵是什麼 就是它的附加價值都偏低 換言之要產生高價值的利率都不容易 那在這種經濟體制它的需要下 台灣的勞工廠長起來就 我把它稱之為 這是我的論文的用語 就是我們為了配合這種經濟體制的勞動力需要 我們建立出一種彈性化的勞動力體系 它的主要特徵就是要運用大量的低薪勞工 提供經濟體制需要的長工時高密度 勞動的彈性勞動力 這個我所謂彈性化的勞動力體系 其實是指我們台灣因為這樣的經濟體制需要 所以我們幾十年來 我們各種的勞動法令 各種的勞動政策都在基本上已經建立出這樣的一個 對資本家講很容易彈性運用的勞動力的 遠遠不絕供應的體系 那這個是整個勞動法制甚至勞動政策共同建立的 我有寫過一篇專文在討論這一個體系怎麼建立形成 那麼一粒一粒修法前今天那個好朋友嘉賀老師在這 他才是我心目中的台灣勞機法真正專家 我只是從我個人研究彈性安全的這一個角度來提供一些思考而已 那從剛剛 勞動保護方面 因為台灣長期這種勞動力的體系呢 它就是彈性化的勞動力體系 它的長工時高密度的勞動會讓勞工有長工時過勞的風險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種問題才會定一粒修 要強化勞動保護 但是這個一粒修條款 雇主團體我們看到了 過去兩年來他不斷認為這個彈性不夠 要求修法 可是勞團也反對 所以我們事實上號稱3月1號已經上路 第二次修法的一粒修新制度 其實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很多都沒有解決 都沒有解決 我們等一下會來談 那一粒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歷史脈絡 在一粒修修法前 就第一次修法 是在前年12月初 那去年1月1號開始實施 在這個修法前 台灣的公使制度是什麼樣的背景脈絡 這個公使制度就是我剛剛講的 台灣幾十年建立了彈性化勞動力體系的一環 重要一環 就我們從歷史來看 台灣1987年 就台灣解嚴那一年 台灣的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正式超越製造業就業人口 這個呢 我們就會稱這樣的 台灣社會就稱為後工業社會 就從工業社會轉型為後工業社會 這個勞動市場的結構變成 服務業吸引了製造更多的就業人口 這樣子的特徵就是它的門檻 進入門檻地 可是流動力很高 還有它有一個特徵就是它需要大量的人力來服務 那所以它的勞動力成本會相對於製造業高很多 所以對服務業的部主來講 我常講說我們的服務業主要都是那個勞動附加價值偏低的 所以我們台灣多數的服務業部主面臨一個經營上的核心難題 就是它的 我們所謂在學習上所謂成本地定 就是它的勞動成本佔整體成本很高 所以它要怎麼辦 它在人力運用上一方面需要彈性勞動力大量的 二方面它的人事成本佔比高 所以它要怎麼辦 它的人力策略就是我必須要降低薪資成本 再者我就是要用大量的非典型勞動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服務業用 非典型勞動的人口比例是明顯高於製造業 那這樣子服務業變多了 因為服務業的人口超越製造業以後 我們在1987年後工業社會 可是我們知道我們勞基法是1985年 實施 非常近 可是我們的勞基法 整個勞基法 這個是佳格老師專案 我們整個勞基法都是建立在工業社會的 能力需求的想像和基礎上 所以它明顯不能夠符合台灣當時87年以後 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的那一個社會生產體制需要 所以新的社會結構跟舊的勞基法體系 有出現了落差 這是很明顯 那這個落差怎麼解決 所以就出現了 我把它稱之為我們在一粒一修修法前 公使支付脈絡就是彈性與安全之間搖擺式修法 那一粒一修只是重複這樣的歷史發展經驗 也是搖擺修法 所以我們幾十年來不斷在重複 彈性與安全的擺盪搖擺 兩邊擺盪的修法 好 那在 所以因為後工業社會 90年代中期到一粒一修修法以前 勞基法已經出現很多次公使的制度變革 而且在縮短法律公使跟公使彈性化 兩者之間的擺盪式的搖擺式的修法 這個是非常明顯 我們來看 第一個1996年勞基法徵定了四周變形公使支 為什麼 因為當時在那個前一年 勞動部的前身 勞委會把很多服務業的勞工納入適用勞基法 那納入適用勞基法以後很多服務業的僱主 特別當時像那個電力超商 量販 業者 他們就說 你把我們的勞工都納入勞基法 勞基法是工業社會的產物 它公使很不彈性 所以在這一些服務業僱主壓力之下 當時的勞委會 立法院就1996年修改 真定一個四周變形公使制度 各位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前 台灣的勞基法只有兩周變形 我們知道 所謂變形公使就是所謂四周 就是在四個禮拜內 只要符合一些基本的法定條件 僱主在取得勞工同意之後 就可以在四周的時間區間裡面 來含性的調整勞工的出勤工作 所以四周變形 現在合法的就是 可以連續排班勞工 連續十二天工作 合法的 連續十二天 所以這個是兩周 四周 八周 三種勞基法變形公使制 四周變形公使制是連續工作天數最多的一種 講白話就是 它是工時彈性度最大 勞工也是最容易過了的 可是要變形公使制必須是勞工部指定公告行業 或職類 目前勞動部只有指定四十三種 四十三種 那等一下我會提到 雖然公告了這麼多職類或行業 但是事實上有在用的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多 這是第一階段 所以我看 199月的第一階段就是公使彈性化的修法 可是到下一 每次我們只要 上一階段是公使彈性化 那就會引發反彈 所以下一階段又要再調回來 縮短法力公使 又會引發資料反彈 又要再調回來 所以擺檔式修法 同臺灣的歷史發展就是這樣 在第二階段就 縮短法力公 兩千年 兩週八二四小時 要加強導入導入 第三階段呢 兩週八二四小時呢 會出現一個禮拜有兩個小時零碎工時 為什麼 我們講的 然後基本上規定每天正常工時八小時 那四十二小時除以八 會出現五天又剩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很多製造業僱主 當時2001年的時候就反映說 每個禮拜碰出兩個小時 那是浪費啊 零碎工時 我邀請要修保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排班困難 所以再次修保 增定一個八週變形工時 八個禮 為什麼是八週 就是說 當時九六年已經有四週變形啊 一個禮拜多兩個小時 四週多十六個小時啊 為什麼製造業不足還不滿意 當時反應最激烈的就是台塑 兩週乘以四十六小時 十六小時就兩天啊 為什麼不夠 為什麼要八週 因為乘以八以後更凡席 它排班更方便 我們看到歷史又再走回來 兩千零一四年 我們又縮短 就是那個前年開始 每週四十小時 這一個呢 又就是開啟了 我們以利休兩年來爭議的一個門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以利休修法前就是 就是 韓信與安全之間在擺盪修法 我的意思 我只有重點一句話 我們在以利休之前 我們就沒有 我們台灣今天從來沒有一次是 像歐洲國家一樣 韓信跟安全一起 橫平思考 兩邊經過深度的協商之後一次修法 那以利休之後這兩年也是擺盪修法 就這一點而言 我們台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 我們沒有那樣的智慧去尋求 韓信與安全 勞資雙方一次的修法 那我們再來看 那以利休 修法之前的 公司的那個情況是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特別調這些數據 我只要告訴各位 當一個國家 他第一 沒有辦法彈性與安全同時思考 如何做 勞資雙方都可以妥協接受的制度設計的時候 那麼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一利休的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就是 我們的修法基本上 是勞資雙方憑自己的 個別廠商或個別勞團 他們的主觀的認知或自己生活經驗的體驗 而提出一些意見 我不能說那些是錯 但是他沒有整體調查的依據 作為韓信與安全如何平衡思考立法的依據 我認為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我們先看2016年就好 2016年就是我們在實施第一次以利休 我們去年1月1號實施以利休 新制 在他的前一年 我們可以看喔 2016年有23.8%的企業沒有實施著學而日 14.4%的勞工沒有著學而日 各位 而且他比前一年要大幅 下降的不多 那哪些以行業部門來看 服務業明顯比工業 還沒有週休日的勞工或企業都是服務業明顯高於製造業 各位 這一個調查數據非常重要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個人的看法 我們的政府跟勞資雙方顯然都沒有看到這個數據 再來思考 如何定義休 為什麼 當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我們馬上要警覺到 事實上 臺灣在2016年已經週休二日的企業跟勞工都是相對多數的 各位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的重點就是 既然已經都是相對多數 那麼 以利休 新制14以後 真正會影響的勞工或企業 就是這14.4%或23.3%的8% 那既然是 這一些當然 你說勞工14.4%也是有150萬人 也不是少數 但是他就臺灣整體而言 是相對少數 不是多數 那這代表什麼 我們在修法的時候 立法的時候應該要怎麼 先瞭解 是哪些特徵的服務業或工業的企業或勞工 他們還沒有辦法14週休二日的原因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特徵或需要或問題導致他幾十年下來不能夠14週休二日 調查清楚他們真正的特性跟問題需要之後 再來思考如何去定所謂以利休立法制度 不是這樣比較合理嗎 理性的思維應該這樣做啊 但是我們整個臺灣社會從政府到民間顯然沒有這樣做 那麼 我們來看他的特徵 各位 這是我自己的資料統整以後的整理出來的數據 我也看到服務業部門2016年沒有14週休的企業家比例最高的 我從高到低抬下來 最高的是住宿餐業 這是我們的58.98% 再來是休閒服務業50C 其他服務業46% 醫療保健服務業50% 批發年售22% 運輸長處15.8% 各位 可是有一個重點請看最後變這樣 這一些行業勞動部公告指定適用各種變形公使制的狀況 餐飲業是勞動部公告四週變形的 難性度很大 娛樂業是四週變形的 藝術服務業兩週變形的 你有沒有要在四週變形的 其實大部分都適用四週變形的 各位知道我的重點嗎 當這些沒有實施週休的日會受到一利休心制影響的服務業 他們事實上在法律上大部分都適用四週變形 彈性度最大的彈性公使制了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利休 要給他開放很多配合一利休心制很多的彈性公使制度呢? 我們等一下看到賴院長上來以後的 第二次一利休修法 這道理何在 四週變形已經是彈性度最大的公使了 那為什麼一利休十次以後他們會受衝擊 你還要再開放更多彈性公使制度呢? 這個道理何在 到現在我沒有聽到 臺灣社特別是政府給我一個合理的答案 我不解 為什麼? 你如果告訴我答案說 因為他們有特殊虛容 而這個特殊虛容是我調查而得來的 那我可以理解以後來思辨 接不接受 現在沒有 沒有調查 沒有 再來我們再看製造業 製造業相對少 礦業27.5% 沒有週休日 就是烏蘭整治業28% 製造業25% 製造業8% 可是它裡面有很多都是用八週變形的 當我們看完這個表以後 這個是我花了好幾天時間調資料整理的 我一年多前也有用這個表 發表過一個短文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第一個顯示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整個臺灣社會 從過去兩年來第一次一例修 到第二次一例修修法 我們有兩大問題 第一 沒有理性的調查數據 沒有 這個是到 我到目前為止能夠調到政府 就勞動部官方調查有限的資料 可是它還遠遠不夠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些事實上並不是臺灣的多數行業 他們是特定 他們沒有週休日比例高的行業 他們是特定行業 這特定行業難道我們不能花一點時間 委託專家去深入調查 他為什麼不能週休日的原因嗎 或問題嗎 調查以後我們再去設計出 能夠輔導他或促進他實施週休日的制度 不是更妥切嗎 為什麼我們會一刀切的去訂了一個 一例修標管是適用所有行業 這是我非常不解的例 當一個法律定下去一刀切不論 那麼多行業的不同的差異和問題的時候 一刀切的結果就是我們兩年來不斷分擾爭議的主因 我們的政府官員 我們的社會 勞資雙方沒有這樣的一個理性客觀的一個思考能力和智慧 這是我第一個行思 接下來 抱歉時間 那個嗎 那一例修影響的不是全部勞工 而是沒有週休日那大概15%的勞工 還有那20幾%的企業 那麼其中服務業比較多 多數行業都是用4週或8週了 但是 我剛剛已經講 最大問題是 雖然這些沒有週休日的行業 企業 大部分都是用彈性度高的4週或8週變形 但是實際上 照勞工部調查 我們台灣每100家企業 有實施各種變形工時制的企業 只有全部企業的6.05% 各位知道6.05%是什麼概念 我們台灣照經濟部的公告 我們去年全年有將近141萬家企業 141萬家乘6% 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是11萬家 11萬家 這11萬家 當然是少數 但是我要問你問題 這 6% 已經實施 4週或8週變形工資的企業 他為什麼還需要一例一休心之後受到衝擊的 各種配套的新的彈性工時制 他彈性度已經夠大了啊 不是嗎 我們也講可以接受 剩下的公告是用4週 8週變形工資的行業 他沒有週休日 但是他沒有實施 那你要補導他 而不是他已經實施了變形工資 彈性度很大 你還要再給他更多彈性工資 這不是很怪嗎 我完全不解我們政府的施政邏輯 他原理原則依據是什麼 他不是目標式的 他是整體一刀切的 這是我從頭到尾這兩年來一直不解的地方 那你說剛剛那個主持人也說 我常一邀去勞動部諮詢 他說李老師那你有沒有諮詢的說 內部會議跟勞動部主管官員談過這個 我很老實講我有談過 文章也發表過 主管官員看過 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 為什麼還會這樣 我不知道 那可是就我的經驗 佳和老師也知道 就我跟他們主管官員的接觸 他們都很無奈 都很無力 他們無力是說勞資對立太深 他們沒有辦法調和 對 可是我要說 政府的任務不就是你要講出一套根據客觀事實 還有民眾真實需要的一個 而且是有客觀調查依據的政策論述嗎 我們沒有調查 你就不了解客觀的需求 沒有客觀調查的需求 你就擬不出有說服力可以被接受的政策 情況就是這樣 那如果從企業規模來看 沒有週四或日的企業呢 我們可以看到企業規模越小 沒有實施週休日企業比例越高 也就是可能受到一粒一休薪資影響越大 那我們到這邊要再想 既然這樣 那你要訂一粒一休薪資的時候 立法的時候 你就要去評估 調查評估 這一些小企業 在實施一粒一休以後 他的企業部主跟勞工會受到什麼衝擊不是嗎 這個調查有嗎 他並不是全部啊 他是23%的企業加速啊 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 我看不到調查 我很負責講 前一陣子那個我們學校法律系的邱介雲老師 還在委書跟勞動部主管管理討論 他說 去年5月本來要一個調查案 後來突然又喊他 請注意 我要講的時間 去年1月1號已經實施第一次的一粒休薪資 去年5月勞動部才準備上網公告有一個調查案 可是那個調查案又被喊他了 所以換言之我們到現在沒有調查 我們現在沒有調查 我們現在只有什麼 只有民意調查 各位這兩個只有重大差別 民意調查是什麼 是社會大眾自己主觀生活經驗的看法提供 那個不是不能用 而是他跟我們真正的客觀事實調查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定政策立新法不是應該要有調查依據嗎 沒有 沒有 好 再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內容 我們第一次修法 因為他內容還有很多 我講重點 我認為他的勞動保護條款的設計有嚴重的合理之處 那麼第一個就所謂休息日工資加計條款 他的重點就是說 勞工如果應雇主之邀勞工同意在休息日工作 那工作的前兩個小時呢 工資要加給就一加一有三分之一 後兩個三到四小時呢 一加一有三分之二 再來就更多 那這個目的是什麼 要補加資料 對不對 補加資料我們過去兩年貼了很多次了 那工資加計條再來 休息日工時擴充認定 什麼意思 這大家媒體都看過 勞工如果願意在休息日工作工資要加給之外 加班會工的哪一萬 他的工時擴張認定 什麼意思 休息日那個四小時以內的 你在四小時內只要做一個小時就算四小時出錢 超過四小時到八小時你只要做 比如五個小時就算八小時 超過的就算八到十二小時就算十二小時 我要講 這個是 這個佳老師在這邊 我跟他多次討論過這件事 我認為這兩個條款 我大概可以接受第一個 我非常不能夠認同接受第二個 這是完全自打嘴巴的 完全自打嘴巴 完全不合理 因為這個高度不合理不可行 導致政府有一個合理的說辭說 我必須不得不二次修法 他不合理之處在哪呢 休息日工時擴充認定老闆的問題 立法目的自相矛盾 立法者本來要宣稱說要增加勞工休息時間 這是他的立法目的 所以才要在勞計法36表增定休息日 我前面講 因為認為我們的生產體制下 勞工就是長工時過勞 所以要多一個休息日 那休息日就要讓勞工工時減少 結果你的立法目的是這樣 但是你在同一個配合的 配合36條休息日條款的24條 就剛剛講的 就讓勞工在休息日實際工時不到4小時 一定認定為4小時 這種擴充多認定工時的計算方式 跟原本要減少勞工工時 立法目的明顯矛盾 我們這個台灣社會輿論到目前為止 我必須要很負責的講 過去兩年來只要有媒體記者問我說 那個你對這一個休息日條款 你的意見是什麼 我都會先說我對這一個不認同 沒有一個媒體看出來 沒有一個媒體看出來 我只有在公共電視 我去年一年上了公視3到4次 我每次都講幸好公視沒有辦法卡掉 然後其他的雜誌報紙網路媒體 我都講沒有人出來 我過去一年有點沮喪 我沮喪是說我發現都沒有出來 只有公視他 因為他公視現場不能卡掉 我過去一年的最大取消是說 是不是我的口才很爛 我剛剛講這麼短短的一段話 是不是所有的記者都聽不懂 我現在好奇要問在場不會 朋友先進 你們聽懂我剛剛講的那段話嗎 聽懂 為什麼去年沒有媒體記者要看我講的這一段話呢 因為這不是新聞點 我再猜應該是這樣 這不是新聞點 因為新聞點是什麼 勞資爭議 對立 好 光是這一點我就認為這個條款不應該立了 不應該立了 因為這根要縮短公視的目的是違背的 第二 統計問題 去年的公視統計 勞動部今年還沒有發布喔 五月要發布 我們就等著看 五月五日我們再辦活動 我們來看 去年一整年實施一年 第一次的一例修新制 我們去年台灣的公視增加還減少 我要說可能就算增加也增加很少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在調查統計的時候 主體總數調查統計 他要休息日這一天 勞工的公視要什麼計 統計 要過重新鎮定啊 那真實數據不見了 我們今年五月看到的公視統計 將會是台灣有調查六十年以來 將近六十年以來第一次不真實的公視數據 他可以並列啊 他可以並列 什麼叫並列 所以在成名 那全部列出來 要不要那個資料會 是實證的 那個應該也是文化的同事喔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很好 問題我跟您報告 就我理解 那個 我們主體總區的調查 因為調查 調查項目很多 可是每一份調查的問卷都是早就 多年嚴用的問卷項目 所以 那一個多年嚴用的調查問卷喔 你要改其中的任何一個字都很難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改了任何一個題目 他跟上一個年度 過去幾十年的那個數據就沒辦法比較 所以通常要改問卷的一個題目一個字 那個對主體總處都是很明述的事 所以我不認為主體總處已經意識到我講的這件事了 公實會是實證還是真實的 我非常憂心這一點 有問題 為什麼會覺得他會實證 因為如果在這個老闆腳步來看 你來一小時就要給你四小時的錢 他這種人單子可以相信 所以要比上門四個小時 是 那為什麼你這數據還會實證 但是 我相信 我去年寫文章我也有提到這個課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高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講的只是一個歸論嘛 對啊對啊 事實上是不是所有的僱主 都會如此 都會如此 你知道我們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所以要調查不是嗎 好 即使他有七成八成的僱主 是你所說這樣做 他還有兩三成呢 那這樣過去很多資料不見都很難做 對 但是過去沒有這樣的擴張性公實認定的問題啊 我們幾十年的調查也第一次碰到這種問題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 我 我上禮拜上課的時候跟我學生講 我們今年的公實統計 我們要很慎重來使用 所以這樣資料都很用 我不知道 你幫我問到了 你幫我問到了 我在學校教勞動市場調查統計 這麼多年 我不曉得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好 再來 第三個就是你剛剛說的 可能有一種非運行 立法非運行獲果就是 有的僱主如果要求勞工休息日出勤 成本可能大量這樣考量 可能會產生完全運用勞工勞動力掉 就實際上僱主四小的辦法也要求他要做完 那就違背他的避法目的啊 不是嗎 可是我們要說有的僱主可能不會這樣 因為他要付出大量的加班費嘛 可是我們現實上呢 理解有的僱主他真的 他願意付那個更多加班費 那如果這樣他當然就像你講 很有可能 我說很有可能 很多他願意付得起錢的 戶主他會把他用完 用到完 可是還是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他不會用到完 那可能是因為他的訂單 就是不需要勞工來休息日做這麼多嘛 誰知道呢 現實是很複雜的 好 那第二個 有些戶主呢基於成本大部分增加 他沒有辦法負擔那個加班成本 就取消叫勞工來休息日工作 這個呢 16% 這16%是指 我們剛剛說有 將近15%是沒有做休息日勞工裡面的16% 那這個數據誰來的 勞動部告訴我 勞動部是他的調查部 他是民意調查 所以這個16%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他是我要強調 他是15%裡面的16% 那這16%是民調 民調可不可以接受呢 我也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至少我們勉強可以相信 應該有一部分勞工 他的僱主因為成本太大 叫他休息日 本來有休息日都現在不叫他來 那這些勞工呢收入變少 那對第一次修法我的簡單的看法 我覺得第一次修法明顯是 單向強化勞動保護的地方 而且也產生了一些非預期後果的地方 那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因為這兩個家計休息日工之工時的條 雙重家計方式企圖以價制量 但是呢卻沒有達到 或者有沒有達到我不知道 因為調查可能會失真 那實際後果呢 老實說到現在 我雖然這樣寫 我是綜合我的理解 還有看的媒體報 還有勞動部一些的調查 所得出來 這個我都認為沒有 我的重點是沒有達到原本的預期的立法目的 對 我當然沒有還自相矛盾 那因為這樣子讓 新任的行政院賴院長 有一個很好的說詞女兒說 你看 勞資雙胞都不滿意 跟請貞說的不一樣 請貞說的是他的幕僚寫的 賴院長我看到媒體講 他就說勞資雙胞都不滿意喔 所以我們要再第二次修喔 那爭議當然更大 為什麼呢 他的爭議黑龍 二度修法店有說 第一 發貨的勞基法設立要 原本七天要有一天 避假日不得挪移的規定 授權勞動部可以指定特定行業 在這個公會勞資會同意下 含信挪移 換言之極端狀況下 合法的這些特定行業 可以要求勞工連續12天 請注意 到目前為止 勞動部公告15個行業 可以適用所謂松綁七休一的心智 那他的勞工當然連續12天工作會 過勞風險大聲 請注意這15個行業 不是原本四周變形公使制 那43個合法適用的行職業 萬一之我們現在台灣 可以合法連續12天工作的行業 有43加15 58個 情況是這樣 那麼 第二個 三四條也放官了 在去年11月 授權勞工不可以指定輪班制的特定行業 他的間隔休息時間減少了8小時 那當然這個影響沒有那麼大 大概就台電台鐵會適用 但是台電台鐵的問題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台電台鐵不是我們的國營事業嗎 而且它是我們所有人不可或缺的重大民生事業 公用事業 如果他的勞工都可以輪班見隔時間這麼短 縮短 那萬一他在工作過程過勞 發生意外 那公用事業勞工發生意外 導致的後果是誰要承擔呢 不是全民嗎 情況就是這樣 好 那麼第三個 32條加班規 這一個他說 原本32條勞計法是說一個月加班 工時上限不能超過16 但是他現在修訂為公衛同意或勞制衛同意 一個月不能超過54小時 那三個月總計加班工時不能超過138小時 各位 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很明顯的問題 這是什麼 我多次在媒體上講 這個齁 一開始民進黨一個台中選出來的核信李立委 他提案 他說我們要仿效 我們這個提案是要仿效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通過的版本就是這位核信李立委的版本 他一開始去年的立法說明記者會要說 我們要仿效歐洲很多國家的公時障物質 我想這個已經鬧了很大的笑話 因為這完全不是公時障物質 加特老師是專家 等一下可以請他告訴我們 什麼叫 至少德國和歐洲人都要公時障物質 這完全不是 然後勿用移徵後來顯然有人跟他講 所以他後來9月以後不再提公時障物質 他說這個是有需要的 可是這個問題在哪 我告訴各位一個最大問題 三個月不能超過加班公時138 他單月1.54 馬上 我多次在媒體講說 對一個勞動檢查人員來講 這個執法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如果今天我到一家公司或工廠去勞檢 公時紀錄拿出來 你看 唉唷 你過去三個月加班公時已經超過了 然後馬上會問老闆說 那你有沒有那個 但 譬如過去三個月有一個月超過5.4 然後呢 有沒有超過138 他說過去三個月老姊說已經超過加起來138 這時候雇主有一個非常非常合理的說法 因為我們法律有多多他說 我們不要用前 你現在看到前三個月來加 我們用後三個月 或用上一個月跟後兩個月來加 這樣可不可以呢 那老姊姊馬上有一個難題 因為他不能說他違法 因為我們法律沒有規定清楚 他有一個難題 老姊姊像 他面臨這個狀況 欸 那我不能開他法單 因為他沒有違法 那他接下來要怎麼辦 老姊姊要做兩個選擇 第一 他跟這個僱主講 他最後會很掙扎 因為我有不少學生在做老姊姊 他們都跟我反應 我是 我僱主跟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是要跟他講說我下個月再來 還是 我要相信他呢 我說你可能不是要跟他講 如果你要再確認的話 你不是要跟他講下個月再來 你要說我連續三個月都要再來 各位這完全不可惜 因為我們老姊姊有限 對 我們蔡總統的政見是老姊姊到 在他任期要到一千人 我們到去年為止是七百六十人 七百六十人夠嗎 不夠 我們的老姊率非常低 這個條文在現實上很難執法 很難執法 我再說一次我們的立法委員 又創造了一個特殊的 令人難以執行的制度 他是明顯有高度漏洞的制度 那這樣的後果很有可能是什麼 檢查不出來 或者假設有個老姊姊他非常認真 每個月都來 那他一定會馬上 第二個月在來的時候 僱主馬上會去投訴他老姊 老姊 各位這樣的一個狀況我認為是 那再來 佳記休息日公時已經刪掉了 我覺得這個就配合前面那個所謂 因為已經刪掉了 就我剛剛前面講 你休息日公時要佳記這個是不合理的 違背鎖減公時 所以把它刪掉 我覺得是可以知道的 再來 整體而言 第二次修法四個條文都增加 部主的公時彈性 明顯朝向彈性不安全的不平衡發展 這個沒有辦法平衡兼固 保護跟彈性 第一次修法 傾向單向強化安全 第二次修法單向強調彈性 我們台灣我把它稱之為重複失衡 重複失衡就是重複 我們前面講的 擺盪式修法 我們從來沒有一次是台西安全 一次大家討論清楚 思考清楚 有調查數據來討論清楚 一次修法 沒有 這個就是我的結論 謝謝各位 謝謝兩位精采的議員 博小博不浪費時間 直接開放 我收集大概兩三個問題 一個問題一下 因為 因為其實喔 這個 其實剛剛那個教授提到 就是說 從經濟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們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的話 就是把社會安全治理經濟制度之上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 因為這個在波蘭嶺這個提過 就不是只有21世紀的 波蘭嶺已經提過 他要把社會安全列以設定 所以說市場資助不能太自由 那再來第二個挑戰問題就是 對於自由市場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思維都內為自由市場是正確的 是對的 其實已經有人提出來了 那拯救資本主義這個作家已經提到 就是說自由市場其實是能定出來的 沒有所謂自由市場是一定正確的 因為過去的經濟制度 對不起我現在都是來挑戰經濟家的想法 過去的經濟制度是從重商制度 重商制度是什麼 是偏向於貴主的經濟制度 貴主常常享受他的那個 期間的自由 然後漸漸演變到 小資家資本家的那個自由 然後漸漸再轉變到新自由主義 所以其實這個經濟制度 其實已經一變再變再變 所以沒有人講說自由市場 這個經濟制度不是不可變的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想重點就是說 要從哪邊來看 第一個不要再盲目的相信 所謂的科技跟創新 這是從生產面去看 第二個 要挑戰的就是說 我們既然強調科技跟創新 那我要強調什麼呢 強調的就是 勞動服務業的價值 因為你們現在年輕人為什麼會覺得悶 因為他覺得他的勞動服務價值低 但是你再從第三個端架來看 離開戶 人工智慧他提到了一點 他說我們服務業 這樣從60%增加到80% 那請問這20%要去做什麼事情 要怎麼增加這20%的服務業 人工智慧會代替很多人工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離開戶提出了一些方法 他提出來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重新去重視服務業 譬如說你是人跟人的自殺 或是人跟人的服務 但是要如何做 要如何做 有人去想思考這個問題嗎 你要如何去增加服務業的勞動效能 其實我提到一點 要還麥當勞去列治 為什麼 麥當勞就是統一化平均化 這個一定會是減少年一成本 不會增加服務業的成本 那要從什麼觀點 客製化 這是這個客人來 他要特殊的需求 你給他客製化 但是對不起 你的消費價值要增高 而且呢 我們要從哪邊觀點去看 你不要再企圖 從低薪的人去增加他的消費價值 就是要中上階級增加他的消費價值 從消費價值來看 我們的價值 不要完全是從生產 創意來看 也不要從從文配來看 從文配是歐北 那個北歐國家的那個方式 但是從文配有問題 你當你的國家沒辦法執行 從文配的制度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拿到這個公平證明 只有北歐國家已經執行 所以要從什麼 從消費面 消費面就是 增加勞動服務業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能不能改變 可以啊 因為我們的商業價值都可以改變 為什麼這個價值不能改變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客製化的價值 我們要增加客製化價值 客製化價值說 你來 你要什麼咖啡 我要什麼 你可以幾滴 但是對不起 你的咖啡要三百半 謝謝 這個其實我們在三 前面三場 也經過了 有一些討論 我也是科技跟創新的角色 那我不適合做半個小時的再延伸 我想下一位 我好 下一位 你說 這個 我覺得 我自己看勞基法 還有其實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們的很多政策 事實上是荒牆軸板 就是其實他沒有一套統計數字 也沒有一套就是他的政策的 裡面是什麼 然後用什麼方法要達成什麼程度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民間團體該思考的是 反正我們政府就是沒辦法提出 像樣的政策 那我們該怎麼辦 這是因為剛剛你引言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我們得做最壞的打算 反正就是這樣 好幾年都是這樣炒來炒去 造成社會分裂 然後民間 因為我比較少出門 所以我不太知道說 目前民間的 譬如說勞動議題的研究能量 有沒有辦法就現有很有限的數據裡面 提出民間版的勞基法 對 第三個 所以剛剛老師們有提到就是說 剛剛老師們有提到就是說 目前因為社會現在是走向服務業的形勢 那從那個八歷節代的勞基法 可能因此或實在需要嗎 那像 他以前剛上台的時候 他也提到就是說 他也要那個勞基法 也是有這樣的信仰 比如說工廠法 那時候也騙過來 所以他覺得應該要從頭 制定一個勞基法 所以老師們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要從頭打掉 要從頭打掉 制定一個全線勞基法的話 他可能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劉老師剛剛提到說 你民盤不太贊成那個 做一給四的規定 對 可是他當初的立法用意 是不是就是說 因為是要避免故族 就是說 今天就是叫老公來做一個小診 老公他可能通常來回交通 就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就是給他一個 就是做一給四這樣的規定 那好像那時候 當時有那個立委他提出 一個調整的那種方式 說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就是 那個工時 就假如是 那個勞工正在休息 一直被叫來 說一小時的話 工時還是算一 可是工資算是四 就是工時跟工資 這個脫鉤這樣的方法 雖然說那個提案後來 好像沒有被採用 雖然老師對這個提案太麻煩 我們先回答第一輪 這個 我剛剛講到 不過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 那個勞基法那個 休息日工時加計條款 跟工資加計條款 我不贊成的是 休息日工時的加 擴充加計條款 而對休息日的工資加計 那個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您剛剛講的是 就是做一給事 做一給事我的認知就是工時的部分 那其實我也多次公開在媒體講的說 如果你真的要達到所謂 你價值量的目的 那麼你工時加計這個不應該有 因為他跟立法初衷違背 那你就維持 甚至可以再增加那個休息日工資啊 但是我還有特別強調 當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必須要調查清楚 評估清楚 那他是真的能夠達到 你價值量目的呢 或者會有非預期的後果呢 這件事情 我想 在前年第一次修法前 行政跟立法院的立委 應該沒有評估清楚吧 如果評估清楚了 就不會有 後來我們看到那麼多 非預期後果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提到所謂民間版勞基法 您講的說 賴院長說要打掉 把勞基法打掉重練 甚至我想這個他只是純粹 呼應工商團體要求要 勞基法要服務業專章 或者勞基法要打掉重練的說法 我個人 我前面可能沒有表現 我個人認為 從我們勞基法這麼長期的歷史 歷次修法 特別是有關工時的歷次修法來看 在工時方面 事實上我們有四週變形 有八週變形 這個絕對不是一些工商團體 或一些政府高官說的 勞基法都只適用於製造業 因為很明顯 四週變形工時 他就是因為納入大量服務業之後的產部 那我不解為什麼 1995年也是工商團體要求 政府跟立法院要修法納入 增定四週變形工時制 過了20年 他們又不斷的說 整部勞基法在工時方面 要有服務業專章 20年前跟20年後 為什麼說法如此不同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 他們認為四週變形工時制還是不夠彈性 對不對 所以有少數的大老闆說 我們要有半年甚至一年的變形工時制 對 有 那個就是已經退休的李坤耀果市長 那第二種可能就是 他們20年前講的話忘記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好 那如果你要說不是工時而已 整部勞基法 工時以外都不夠彈性 那這個就一個更大的議題 那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聽到工商團體 有什麼樣的新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嚴肅的問題 如果要 我認為應該要組一個 很正式的一個委員會 然後要委託一個調查研究團隊 因為這是影響 如果真的要有一個全新的勞基法 這是非常影響台灣未來幾十年的事 一定要有委員會 然後要有調查研究團隊 然後要有工廳諮詢的程序 大概可能一件這樣 那至於民間版勞基法 大概類似我表達就是這樣子 謝謝 你盡量簡短 我希望還有在第二組講話 雖然時間不能過了 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應該是一些人 我覺得你說的很好 自由市場是個名思 可是第一方面你說 不要科技創新 其實這恐怕的是另外一個名思 我覺得北歐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他們經濟競爭力 基礎是創新 那創新來自於哪裡 其實他們觀念很清楚 他們經驗也也指出來了 就是來自於管制 這個跟英美的那個 不斷強調自由市場 然後解除管制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他們認為 基於一進步價值的管制 其實反而可以促進跟刺激更多創新的誕生 歷史經驗也是如此 譬如說他們的 譬如說最近台灣要大力引進那個 迪安風機 迪安風機全球的一個 融化的領域 那他們發展這個風機的 產業的歷程 長達其實可能長達一百年 一整個世紀 那這個過程很多都是基於進步價值 然後國家跟整個科研界 攜手合作去創造出來的這些新的發明 那對他們的整個經濟的競爭力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勞政最近出的那本書 《社會美主是什麼》 他們也講到說 固然你講的勞動服務業非常的重要 可是事實上整個經濟體系 沒有辦法依靠這個支持性的服務業來支撐 你創造那個高價值的部分 你不是在對內 其實你想的是兌換 對外的部分你要有一個 在全世界競爭能力很強的科技創新產業 才有辦法去維持一個高的生物水準 所以這個道理其實 你講人的客製化價值其實是很重要的 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沒有辦法依賴這個產業 而得到一個生活水準比較有提升 我想我先問你答案一下 OK 第二 我們先鋪一樣 我們待會可以留下來 他會討論 我請問一下專業錢你要保護10年還是 這不都是一個知名性問題 你如果說保護10年 當然產業集中在上面 但是你可不可以考慮5年 所以讓財務流動 分配到一般的產業上 我簡單的回應你的 我大概可以簡單的回應一下 我用一分鐘看看 其實科技創新不等於Pattern 不等於專業 其實很多東西 他很多是技術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念科技的 他很多技術文化的背景 跟Cole Value Dream的Technology 他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快速被現代的產業取代 那現在台灣很多所有的Technology 想像成都是Pattern 是橫向移植的方式 我們今天很快的把Technology 拿一下Pattern 然後在台灣大量生產 其實在裡面背後的那個技術文化 能夠發展出他們自己要的那個技術 是不只是中間那個Pattern 那個專業的部分 他還有很多文化的整個技術 包括在Engineer的Culture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台灣也是同樣把它對等化 就是包括我們彈性安全就是把兩個二元化 其實我們今天在討論很多問題 是在都在二元化 平均分配好像就沒有世界競爭力 這是我們在第一場講的 然後如果說是安全的話就沒有彈性 因為彈性的話就沒有安全 我們都同樣是不斷的在重複這種二元化的東西 那我覺得北歐所代表的是說 他如何集中在一種團結價值之下 他去整合自由跟平等 或者是Dynamic跟他自己的安全跟平等自治 這其實我們在前面三場 有很深入的就是針對您的問題 有做一些比較辯證 那所以說 因為今天是這樣的關係 說我很快速的回答您 您回答您提的問題非常重要 那也是我們特別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辦這一次 這樣一個毀滅我們常常在勞動的這個 權益的這種爭論裡面 在台灣的公共論壇裡面 要嘛就是說我們站在公平爭議的另外一端 要嘛就是站在資本家邪惡的一端 這兩個東西完全沒有對話的基礎 那能不能找到一個方式 是能夠所謂的彈性安全 其實我們剛剛在試一下 這個彈性安全和security的這個制度 其實在丹麥它同時因應全球化 如何讓這個產業更有彈性 可是一方面它國家投資相當多的 我想在第一場那個奇珍已經有提到 再做您再確認 然後甚至您在security的部分 保險事業保險的部分在support 所以他們有很多配套措施 而不是把兩個概念完全去極端化 然後去形成他們一個 針對他們當地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我想也回答說 我們事實上在民間可以做的 其實這裡有很多民間 事實上背後有一定程度的學術資源 我不稱為完全是所謂的民間 因為背後很多 他拿很多薪水再多的薪水都是您國家的對不對 所以但是我們可能通過這種 集體的公民事務的運作方式 集體的這種teamwork 這是以前我們在台灣的知識分子 比較少比較不熟悉的 那透過跨領域的思維思考 然後來共同形成一個共同方向 也許不能夠完全期待 現在有一個馬上有一個 有一個勞基法新的出來 因為你的資源有限 但是去推動一個正確的方向 跟比較可惜的方向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 為什麼花這個時間 在做這個部分 那我想抱歉 我中間插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那時間的關係 不能讓這邊的 都是志工 這個過勞 雖然他們也沒什麼薪水 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很快 在最後一輪 OK 是 這一位 還有 那盡量簡短好不好 那我們很快可以回應 那等下結束以後 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有話 還是可以留下來 留下來 留下來 我想問啟琛老師 就是那個 現在社會要如何看待 那個衝鎖的這個現象 就是那個 如果 頻繁的調整 那個 調整那個 基本工資的話 會不會讓通膨 更加樂 OK 好 第二個問題 今天沒有白來 今天沒有白來 因為從兩位 這個 這個 腦袋裡面 可以證實 蔣介石的穩大 我想請教的是說 這一度的 緊密的 這個 是往 條文內容的 改變 在這個期間 因過勞死的 人口數量 增減率 跟 實質量 我想這兩位 能不能 讓我知道一下 為什麼我要知道這個 這些改變 勞工薪資水平提高了 還叫什麼 料堂是已經 多給你堂了 但是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 資方 付得起 這個所謂調高的薪資 哇 這個加班 要增加幾倍 你還不來算 他能夠給你這幾倍 那些 減少的那些工資的 都是他多賺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還要要回來 你再繼續為我工作 這個是 古羅蔣介石 在台灣 剝奪台灣的 你資產的 一個 一定要從你身上 剝奪的最多 但是 唯一的條件 不能夠讓你死 因為死了一個 就少一個人 替他 得到利益 這個蔣介石的精神 在台灣 到今天 還繼續被保持的 才是問題 真的死了多少人 錢都已經 都給你了 對不對 也沒有多死人 所以說 原來的工作的量 表示是他對 其實他為什麼不讓你有多充分的會工作時間 因為台灣人 哪來要消滅中華民國 如果這種 消滅中華民國的共識 越來越多的話 那他的政權不保 蔣介石還要躺在台灣 安安勞勞勞地躺在台灣 就不可能 這是他才是 他怕的 所以真正台灣人 要思考的 這個是這個東西 你活著工作 賺到了錢 你的生命的價值 到一個台灣 你的生命價值 還是在 比不上一個 一年 空調維持在26度C 相對濕度60% 空氣微量 經過 清淨幾乎是零的 地堡裡面的蘇維亞 哪一個台灣人是 這個才是我們要思考 所以說 到底死了幾個人 這個有沒有數據 OK 謝謝 他們可能還沒有做掉 沒有辦法打出來 還沒有其他 OK 最後一位 好不好 那 但是就這樣 可以嗎 你 很快好不好 很快 請教來 老師 因為 下午 國防科技 前兩天 會在那個 很依靠附近 發生了那個 痣狀 痣狀的車禍 但是新聞發展 老數人說 有可能是批老價值 然後平常是幹一件 科技的人 繼續鬧工 他們就是所謂的 變錢工期 因為我剛 就是那個 老師雲 之前 確認就是在那個 公司有話好說的時候 我常常看那個 看那個 老爸好說 然後又有看到 有沒有人 高 高 高 還有 因為我本來 我也是想去應徵 那個 清潔工 可是我發現 包括那個 鐵運站的那個 清潔工 他所謂的那個 電視工程 完全沒有符合 符合所謂的那個 勞理技法的那個修法 他就是所謂的派行 清潔的派行 派行的工 這樣一定會變病 結果是 工資拉得很長 相對的 工資 電視鏈 就是真的 有證據 鐵運站的 各家公司的那個 鐵運站 他沒有所謂的那個 就是不同的 清潔工資 他們那個 外報上 就是 工資拉得很長 然後 一個 工資 給的 才能很少 所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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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初一 是 老 勞工 的 中 有一段 時間 可是 我一直都很 很想要 得到 所謂的政治 可是 人生 去遇到派行工 包含那個 舉牌 包含那個 比較弱勢的 工作 其實他們 他們 重點還是在 老 他只要 心情好的時候 他又 給你 給你工程比較高 可是 相對的 反過來就是說 只要 我們在他那邊 就是 他一工資拉長的時候 相對的工錢 他不會按照老實法 他一定會說 老實法 根本一點 分析中 OK 好 不好意思 我們請 兩位都快速 用 最後用 楊塞區法 簡單回應一下 我想 關於 剛剛 問到 通膨的問題 其實 2000年以後 台灣所面臨的是 一個通縮問題 也不是通膨 對通膨的恐懼 這個其實是 80年代 那個 因為 那個 70年代 那個16年代 然後 西方資本主義 那個 所產生的 一個 一個印象 可是事實上 2000年以後 台灣這樣一個國家 面臨的是 通縮的一個風險 而且這個風險 很真實 反應在哪裡 我們石石西之水準 為什麼可以 倒退 比16年前更低 為什麼 這件事可以成立 而且 沒有任何造型 因為 你還吃得飽 馬克思那個 所謂的生存工資 很誠意 所以 面臨的是 現在 動載什麼 衛生紙上漲 什麼之類的 然後 通膨膨脹 跟你講 你不要害怕 通膨膨脹 絕對不是 你我這樣 不受心者 那些大老盆 很簡單 因為 當你的生存成本 提高的時候 他勢必要提高 你的薪資 不然 沒辦法成立 沒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 對於通膨的 這個疑慮 這個 我覺得其實是 被誤導出來的 然後 我簡單回答一下 那個 就是科技創新 我非常同意就是說 科技創新 不是為了科技創新本身 可是 科技創新 必須是 為了解決 社會問題 而產生 為了讓人 可以 從更 比如說更 更 枯燥 或是很多的 環境 污染問題 必須去 有新的科技來解決 所以這樣一個 科技創新 其實是有利於整個 國家社會發展 裡面的任務局 那 解決 你剛剛講到 那個 解決科技創新 所帶來的 所謂的 所得不均 其實就是 第一次的手段是什麼 很重要的手段就是 你自己否決掉的 那個什麼 重分配 為什麼你去理解 去理解北歐的 整個經濟成就 你沒辦法把這個 重分配的精神 給否決掉 因為重分配是什麼 是他 內在精神是平等 是平等 然後其實他的 實質上的function 就是 對社會投資 對下一代投資 正是有進 有助於促進 整體 而是生命共同理的一個成長 這個 所以這個 重分配的機制 其實就是社會福利 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個 我們台灣如果叫老保局 統計 一年大概 都是三十人左右 老保局認定過勞時 可是這個應該低估 因為那個是 老保局審查通過的數字 應該會比三十人要多 可是我們一年 大概老保局認定 過勞而 那個執災的人數 就是他沒有死 沒有過勞死 但他執災的人數 大概都兩百到兩百五十人 所以 那至於去年有沒有比較多 就我的理解是 都是三十人左右 沒有特別增加 那第二 那個基本工資調到會不會通過 我覺得這問題實在太難回答了 理由 不是說學理上不能推論 而是 我們台灣 沒有一個基本工資的調整的法律制度 所以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知道 我們每一年 勞動部調到基本工資的那個調整的依據 都不同 沒有一年一樣 我們有時候 比如說 兩年多前 那個是用CPI 消費值股價指數 可是你知道 去年調整成今年兩萬二 調整的理由是什麼嗎 不是CPI嗎 是 因為我們每年勞資 勞動部那個基本工資 誰以為跟勞 勞資雙雙都炒不提 啊炒不提 最後就要靠誰 靠勞動部提一個數字出來 那勞動部每年提一個數字理由都不一樣 今年調為兩萬二的理由是什麼 請各位朋友聽的不要驚訝 這是確實的 那他調整理由是說 那個 有一個學者委員建議 那個學者委員跟我很熟 他跟我講 然後勞動部把他找到小房間 問他說 欸 某老師是怎麼辦 老師雙方對立 他說 哎呦 沒關係 剛剛對立 可是老師雙方有一個共同看法 就是說 我們基本工資是要照顧那個低薪的勞工 啊低薪喔 有一群勞工應該最低薪就是國中畢業的 新鮮的 年輕人 所以他說 我們趕快去查 台灣齁 在去年國中畢業程度的那個年輕人 他的平均幾薪多少錢 結果主計人員一查出來 兩萬零一十五塊 兩萬兩千零一十五塊 所以就拍板兩萬二 舉整數嘛 各位 請不要再想 我們還曾經有一點一個理由是 也不是CPI 也不是這個國中畢業生請信 而是什麼呢 而是 GDP GDP也有 我們曾經也十年沒有調整基本工資 就1997到2007 各位 我們台灣在基本工資調整這件事上 是一個魔幻的亡國 就非常的隨機 非常隨機 這就是為什麼我多年來一直呼籲 寫文章媒體講 我們要有最低工資法 因為全世界有171個國家 台灣172國有最低工資制度 但是有超過110個國家有最低工資法 我們是那個少數62國沒有的 我們沒有最低工資法 就沒有調整的依據指標 沒有法制化 所以每年大家都隨性 今天你想到這個 可以接受就用了 沒有人想到 我記得我去年問那個 我認識那個學者問說 欸 某老師 你如果那時候沒有靈機移動想到怎麼辦 他說那可能就不知道 我說那你當時怎麼靈機移動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欸 我就突然想到啊 我們是靠突然想到來決定的 我完全沒有亂講話 就是他跟我講 各位 這件事情非常危險 我們還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既然容忍這樣的事情幾十年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難理解的事實 OK 謝謝 我最後可能回應一下 那個所謂的過勞這件事情 過勞其實很多人講說你本來就有病 不是有一位智能家說你本來就有病 因為你本來有病才能夠 榮譽去認定你是過勞所說 過勞死 所以三十歲 三四個人這件事情 其實長期來講台灣其實都偏低 比起韓國來講 我們很少人過勞死 台灣是一個蠻快樂的地方 對不對 那有一個學預防醫學 學炫餘科學的朋友 他有一個醫生 他跟我們講 其實他在國外 其實有相當強的科技 回應到你的問題 就是在做睡眠醫院 他們能夠去從你的睡眠本的品質 回應到你這個人 翠死其他這個心肌梗塞的 很多的旁邊的體肯連結 所以這種本身它是一種創新的科技 所以連結去量測你基本的一些睡眠品質 他誠意就是大概有建議是說像我們公車司機 你一定程度大概可以從他的一些行為 跟一些量測 可以回應出來 他事實上產生這種過勞 或者是危險安全的 因為你萬一有點突然 翠死你事實上造成行程安全 那事實上說很多科技可以進來去做 那這個也可以去避免掉 我們事實上目前的 單單用所謂的 一直在爭論道理是幾個小時 這個司機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東西 但是你彈性到哪裡 我們事實上目前都沒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標準跟一個index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科技在扮演 是一個covalent driven technology 我想還有科技要生根 他也要covalent才能生根 台灣這個科技政策 我稱之為 剛剛講說是勞基法是夢幻中國 科技政策也是夢幻中國的嘛 基本上誰上去他做什麼他就推什麼 也沒有什麼數據 不要以為科學家都很重視數據 不見得 你有權利的科學家 就跟所有的政治人物一樣 都是看今天我們兩個好朋友 我們就做這個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這裡面 是一個很多的因素連結在一起 我們才能夠形成一個類似像我們講的一個國家 他的要素絕對不是單一的 不是只有社會無力 也不是只有彈性安全 他有很多東西 也不是只有科技 他要連結在一起 那重點是怎麼樣把這些連結在一起 我想是我們在面對台灣的問題 可以去接近 我想簡單 我就用這樣子來做今天的結束 然後順便廣告4月20 發令再來 然後最好是同一批人能夠再來 我們也連續半次 目前是已經決定要4次 那既然我們對我們這個問題這麼認真 那我們就好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我們不追求時尚 我們不追求每次都要用最分析的題目 希望把這個問題能夠更清楚的 在這個地方能夠理解 那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公民的公共政策 自發性的公民政策的一個開始 然後一個承襲的一個 OK 我們就抱歉 今天沒有控制的很好的時間 我就謝謝各位 也謝謝兩位 也謝謝兩位 還有謝謝我們的攝影大師 OK 謝謝